因为我们在讨论您这本这个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一演变这本书 我们也列了几个子题给你看了 我想这个在这地方也跟观众提到 我们提到期末中国精英阶层的变化 也提到军阀时期的地方专权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还有显为人知的袁世凯一些事情 还有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渗透 还有中国新精英阶层的构成 那我想研究历史这个虽然很深奥 但最主要是说历史到复以今日 复以今日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 不过我是很肤浅 我是跟张教授面前 黄先生你客气 我们提到历史 因为你提到中国现在这个当代历史 现代历史的这个社会演变 那我如果用很简单的时间轴来看的话 从这个清末明初建立之后推翻满清 然后建立民国 还有列强 还有军阀 看待这样的这一百多年来的这个 几个大事情 大事件 对整个你现在我们我们讲的所谓 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演变会什么样的影响 或是怎么样一个比较深层面的 我们可以知道的 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我们作为学历史的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经常要从学历史的这个角度 了解历史的角度去考虑社会的一个长期的发展 我们曾经很多年在中国学历史的时候 我们曾经非常想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在西方学历史 我特别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 我也学了很多理论西方的东西 看了很多理论方面的书 我们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来 就是历史的发展 不能从规律这一个角度去了解 因为我们如果说规律的话 我们往往就把历史的东西 都捅在一个非常笼统的这个框架下 然后看问题 就从一个比较单一的角度去看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看看总是对的 为了解释这一个规律的东西 把其他的一些很细致的 一些具体的东西都删除掉 然后越看越像越看越像 那么没有这个规律 我们如果不从规律的去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比较多面的去看历史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历史 它一旦我们不从规律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是不是历史这个东西就散散烂烂的 就是一大堆东西也没什么可以了解的 不是 我们可以看它的规矩 它的规矩并不是规律 规矩是 trajectory 规矩的话 就是看它怎么走过来的 看它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看它走过来的目的 绝对不是说我们想知道它是走哪个方向 因为以前我们学历史 把它单一的看 我们总是说 你看历史都是这么走的 全世界历史你看都是这么走的 于是乎我们可以推测它是怎么样的 不是 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是很多规矩都同时走的 我们可以说在某一个时期它有个大方向 但是过了这个时期它不见得是走这个方向 现在我就把这个问题 引用到我们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方面看 有一点我没看得到 从清开始 那个军阀时期 国民党时期 共产党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矩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从清开始的时候 那个国家和地方上面的这个关系 开始走向弱国家强地方 到了军阀之后 就是完全是强地方 没国家或者弱国家 到了国民党的时候 就变成国家跟地方上面的抗衡 国民党想办法就是慢慢慢慢对地方施加压力 慢慢慢慢渗透 慢慢建立它的 bureaucratization这个过程 就是慢慢把它的一套官僚制度建立起来 重新建立起来 那么当然日本人都入侵 把打破了这一切 但是共产党然后夺取政权之后 它马上就全面的彻底的打碎了地方的权力机构 权力阶层 整个的调节 把中国的这个以前精一阶层重新再调整 于是乎就建成了一个社会 我以前在芝加哥的一个导师 周党先生 他把这个叫做全能社会 这个totalitarianism 这个全能社会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共产党这个政权建立了之后 它就从上到下的这一统 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一统状况 是从来没有过的 它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这个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是 几乎是不说100%到了90%吧 就是当然地方上面 我们可以了解 它也出现了各种情况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想这个我们现在 在了解中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 现在对世界的了解 对美国社会的了解 我想很多人都很了解 Uvo Harari 他那个书 关于什么世界简史 那个人类简史 这本书的了解 Uvo Harari 他也是研究世界史的 他的这个专业呢 是研究犹太史的 那个我跟他有些地方有点接近的 就是我也是教世界史的 但是呢 我是研究亚洲中国的 那么他在研究这个中间呢 他这本书 他写的这个这个人类简史 他本来也没想到这本书会 他是把他在教世界史的那些 那些体会啊 编成一本书 他没想到这个那么有名 现在他出来做了很多报告 他就谈了现代的那个 世界的发展 这个这个algorithm 就是说大数据对人类的 发展的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 他们对西方社会的 这个当代社会的了解呢 有一点 可以我们引设到中国社会去 就是中国的当代社会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社会 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新的精英阶层 不是我们以前 所想象的这种精英阶层 今天的精英阶层 是媒体精英阶层 我想我应该在这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社会面临了一个跟西方社会很接近的一个变化 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力 地方权力机构也好 国家权力机构权力也好 他们之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国家权力所面临的不是什么地方的精英阶层 而且面临了一个新的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出现 而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 它包括那些有钱的人 马云啊什么之类啊 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有资本 他们开始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还有媒体精英阶层 比如讲那些既是影影世界啊 他们又有因为有了钱啊 他们又又把自己的影响了钱 包括自己有钱啊 跟那一些那个那个马云啊 那一类的人又结成一些联盟 所以他们出现了一个对国家政权的一个很大的抗衡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中国面临了一个全面国家权力受到挑战和瓦解的这个现象 很有可能就会如果国家不施加很大的影响来对它进行控制 很有可能跟西方社会一样 跟美国社会一样 现在美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弱政府 现在美国社会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 现在美国社会我们都知道 媒体 Facebook之类的 Google之类的 他们对社会的影响超过了政府的影响 他们在很多的地方可以做的事情 政府都没办法做到 政府很多地方靠它 或者说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啊 都知道 包括他们自己谁被选上 他们都很多地方都跟那些都有关 所以当中国政府 比如讲习近平政府 他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完全意识到这点 他们知道现在新进的这些社会精英 或者真正的国家社会精英 他们所产生的力量和对国家的政权的抗衡 是多么之大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习近平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和他现在做的之间的 其实就是在重返国家对地方控制 想办法挽救对地方的控制这一点 他们想用他们新型的方法来打压那些新兴的社会精英 所以使他们能够控制 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 包括对资源的控制 因为这些精英在很多地方占据了很大的资源 而且在很多地方呢 他们造成了一个伟大不掉这样的局面 可以可以 然后张先生你刚才提到了这样的 习近平对现在中国新精英阶层的一种 所谓的顾虑跟打击 再次想要行说一种控制 我们回到一开始 从清末明初 你觉得这个那时候 那时候的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的变化 你怎么看待 我我现在把一些具体的 我当初研究的一些发现的东西呢 再提一下 可能呢对于现在了解 现在新的精英的产生和发展呢 有一点历史借鉴的意义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国家政权 国家政策 对地方上面的影响呢 是很大的 今天是这样 历史上也是这样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 唐中期开始建立了考试制度 中国 当然了中间有一些停顿 但是中国呢一直延续了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的结果呢 就是在中国社会中间 人如果要往上流动 也就是说 他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中间有影响的 我们把它叫做精英分子的话呢 他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考试 他就通过考试 他通过考试之后呢 他就可以得到地位 他可以得到三个三个我们把它叫做三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他可以当官 那当了官之后呢 不仅是光宗耀祖 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好处 这我就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以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间当了官之后呢 他一当地方官 他就是地方上的皇帝 他如果当了上面的官 那么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这就不说了 第二点呢 他哪怕不当个大官 他如果当了个乡生 他呢 至少可以不交税 他第三个好处呢 他有影响 这个什么叫影响呢 这个西方在研究这个过程中间呢 他们有这方面的理论 我发现很有意思 那个Peter Boudre 比如说 就提出一个理论 他就认为 人比如讲有资源 个人的资源 某一种资源呢 就是影响 什么叫影响呢 就是这种东西 看不到的东西 摸不着的东西呢 但是一个人对另外人 如果有影响的话呢 他就会获到很多利益 那么乡生就有这种利益 地方上面官员呢 他有事情呢 也会征求乡生的意见 那么再举这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想过没有 地方上面的人借钱 是怎么借法的 当初时候 当然后来有钱庄 比如讲 就算有钱庄 你想想看 钱是怎么借的 今天我们借钱要保证 要有抵押 当初的时候 你说有没有抵押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也有抵押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借钱和借钱呢 是甲方和乙方 有个中间人 而这个中间人是谁呢 这个中间人是当初的乡生 很多的就是乡生 有人研究呢 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比如说 President Dororo 他研究 他就说 这个乡生他做中间人 为什么到底他做中间人呢 因为他有面子 就是说他说话算数 他说我答应乙方借的钱一定会还 那么乙方就会还 乙方就是看了他的面子 或者看着他的影响 就不敢不还 这个中间还有势力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势力也可以 我们也把它叫做影响也可以 那么这一套制度 在中国社会延续下来 延续下来 到了什么时候出现了大的危机呢 就是1905年的时候 清政府决定废考试制度 其实非考试制度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他会对社会精英阶层产生影响 这个当初的时候 根本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现实意义上面来说 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到底美国 他定一个政策 Congress 两院要拼命争论 如果他们某一个党派 或者某一个院 他一定要拼命通过一个法案 他最后的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社会的影响 往往是我们预想不到的 同样的1905年 他为什么到底要废除呢 因为当初的时候 就有一个思想潮流 感到中国那么多年的考试制度 结果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 一个国家 而且我们给日本人 弄弄弄又给日本人欺负 又给打扮了 那个 我们老一套东西不行了 如果老一套不行的话 我们是不是考试这套东西 也没用场了 因为考的东西看来没什么用场 当初的考虑是往往是跟这种思潮有关 但是没想到 因为废除了这个制度 整个中国社会 本来依靠 本来依靠这套制度 就是考试制度所建立的社会精英的流动 上下流动的这个建制 就开始瓦解了 当然这个瓦解不是说一下瓦解 就整个的就废掉了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瓦解了之后 你不是一个考试出来的人 只要你有能力 也可以成为地方上面的领袖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我当初发现地方上面的痞子 比如讲在河南这个地方 内乡呢 内乡做最好例子 出现这种情况 在以前几乎想都不敢想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可以了 而且以前在一个地方上面 根本连考试 好几次考试都考不取的人 也可以了 我说到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是叫legitimacy 什么叫legitimacy呢 就是合法性 就是说以前考试制度 它建立一个社会阶层上下流动 社会地位上下流动的 一个合法性的建制 一旦这个取消了之后 这个合法性发生了变化之后 这个合法性包括两点 第一 它对国家的合法性 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跟考试制度不是一码事 所以有一个合法性 是跟国家有关的合法性 第二是跟地方上面的这些人 他的地位的合法性 我现在所说的是地位的合法性 这个人的地位的合法性 就是随着1905年 废除考试制度的失去了 原来的合法性 而新的合法性的建立 就在于你的能力 它变成了一个 谁有能力 谁就可以成为新的经营分子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出现了之后 社会就走向了一条不归制路 这个不归制路 就是地方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出现 它能够使得这个社会 就慢慢慢慢走向了一个深层性的变化 所以我所研究的这个演变 其实很根本一点 就是研究这个变化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现实意义来说 也是中国社会 其实我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开始 人们对这个合法性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讲 你只要有钱 你就可以作为地方领袖 你只要有 你只要出人头地 比如讲你电影 比如 拿赵薇做个简单的例子 你只要在电影上面 大家喜欢你小燕子 好 你也算是一个人物 你有人物 你只要大家喜欢你的电影 你可以赚很多钱 好像这个也是合法的 赚了几个人之后 你要建立一个财团 什么时候也可以 慢慢你就 你也变成精英分子 在以前是简直不可想象的事情 好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